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刚开业的时候 生意很惨 700多间房 每天只有20% 30%的出租率 这个时候我们的老板就说 你要想什么办法 把酒店的生意做上去 然后我当初想 红桥园医师要跟他是靠近居民区 然后他主要的客户员有台湾人当的客户 那边有很高端的平上海最高端的住宅区 所以我当初就想到月子中心这个概念 月子中心在台湾市场中心下的 那么我们怎样把月子中心拿到我们的高端酒店 让我们的运处想到更优的服务和更高端的设施 然后我就去找到我们当地市场上 我记得是上海国际护科医院 国际护科医院也是我们上海最有名的一个国际护科医院 然后我在他们的护科医院就去谈这件事 他当初正好有这个愿望 因为他说他们的医院由于设施这方面 我们跟五星体九天去媲美 所以他正好有一个这么一个老板想在开一个月子中心 所以他就把这个老板介绍给我 然后我就带他到红桥园校去参观了 然后他一眼就看中我们基础一个楼层 然后这个楼层大概有二十多间房 然后有套房有单人房 然后他想把这个楼层全部包下来做成月子中心 一年的营收大概是一千多万 然后我一下子就牵了三年 三年我就拿到了三千多万的营收 然后我专门帮他这一楼层 专门作为他们的月子中心 然后他们的月子餐也在我酒店 从这边来把它打造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做到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 当然月子进行的月子的酒店 我在做客户方面 不单单是我们的休息客户 很多客户 也不单单是我们的商务客户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客户群 有有这种需求的客户 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些要求 来满足我们的不同的客户群 好谢谢这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您睡觉 好 好 我们下吧